大家好 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词 叫做什么 叫做向成功人士和富人学习 是很难成功的 向穷人学习 他如何坚持常年失败的 是能够成为我们避免失败的一个景区 这句话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叫做富人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我们很难复制 也很难需得到 打个比方 说你身边有一个富人 他能把他多年养成那些赚钱的经验 赚钱招数给你 不会的 亲兄弟我认为都很难 是不是 那么如果人家告诉你 你能做也很难 第一人家不会轻易的告诉你 第二人家告诉你之后 未必你能够坚持 你能够做 所以向富人学习只是一种敬礼 我向你致敬 给你一个开悟 给你一个方向 这种方向是对的 很难够复制他的成功 不要迷信成功人士 也不要迷信那些富人 越提喜提和喜好那种人 你看一看就行了 就是浮云 那么要像什么 要像那些80% 所有常年累月坚持失败的那些分子 要向他们来学习 要研究他们 研究他们是如何能够坚持失败如一日的 这是什么 这是自己的景区 所以你还记得我们教材当中的第一章吗 叫做什么 叫做自知 如果没有教材的可以翻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讲的一个视频 自知当中讲的就是什么 就是人有自知才能自救 然后自知当中有三个体系 然后八个什么呢 八个执行方案 就如何才能知道自己自知 其中就有什么 如何历清自己的创业清单 就我想创业了 但我得有一个创业清单 创业清单又有八个步骤 好吧 这些是不是我们成功选择 然后创业规划 经营规划的一个核心 叫做创业清单 才能够有分类过滤 然后精准 然后重点立项 规划执行 然后方案这样一个过程 是吧 那么围绕的创业清单的对面 就是什么 就是成功的景区 就一证一副 有很多人知道了 我有了创业清单 但是如果你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你的什么 成功的景区 成功的景区是 这项的事情我们不能干 我教材当中 很多很多的思维 都是这样的 我既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方向 可能有人说这很难 好了 没关系 我还告诉大家一个 绝不能够干的事情 就这是个坑 你绝不能干 不要为什么 我相信很多很多 常年的人 有系统思维的人 都能够理解我说的这句话 就是我给你大家一个经验 一个方向 但是你未必能够成功 没有关系 它只是你一个方向 教材只是你一个棍 只是一个工具 对吧 那么我再告诉你什么 再告诉你这样的事情 周围这样事情 不能干 打个比方 你做美妆性的产品 创始性企业 我就不建议你做铁板挣扎 更不建议你马上注册公司 为什么 很多人不理解 我在3月份的时候说的时候 4月份说的时候 很多人说红克 不是不注册公司 能有商标吗 没有商标怎么招商 你现在来看看 2018年12月份之前 如果你能把你的公司注销了 我认为你今天应该是放鞭炮 烧高响了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听不懂我说的这句话 那你也不需要问为什么 所以就这样的一些教训 总之 比如说 我不建议先开店 我要你什么呢 先线上 没有企业 来学习什么 他为什么失败 他失败的履根性 他的一些习惯 他的一些行为 把他化成一个锦区 就他犯的事情我不能犯 一定是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在自己脑子能化成一个红茶 如果你自己自律能力要弱 你相信红鹤说这句话 你自律能力还弱 没关系 写下来化成红茶 其实红鹤每天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吧 都在潜移默化来提升自己 来保护自己 红茶怎么化呢 比如说 我的微信头像一定用我自己的 我坚决不用抱孩子的 坚决不用我家孩子的 不用狗的 不用风水的 有人说用孩子怎么样的 你想一想你 你天天用你孩子的照片 天天到处喷人家 你对你孩子的未来的风水 能好吗 有这样的吧 我一个宝妈 或者一个男的 可爱家 可爱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的 小孩子挺可爱的 对吧 也要到处骂人家 到处攻击人 就你这样的当爹的当妈的 你还配吗 你把你儿子和孩子的风水都给侮辱了 对吧 所以我一看这样的人 我就马上我就知道 这种人真的就是脑子有病 知道吧 而且对自己家的孩子不负责任 我们应该相信老祖宗文化当中 讲的就是舌头的风水 就你的风水不好 你用你自己的头像吗 你活了这么大半辈子啊 你就这德行了 对吧 但你家你孩子的头像 如果你要用你家人 用你儿子和女儿的头像 或者你抱着他的头像 你一定要做到好人好事 好话好说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你要用一个狗的头像 那更不用了 所以说我打个比方就这样的 都是什么 都是失败者的 所以你就画个景区 画个景区 画个在他们的一些行为 要像你身边那些失败者的人 当一面镜子引以为剑 然后把他们身上认为 常年累月 坚持失败 那些履根性画出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富人的景区 很多很多的富人 我敢相信 90%是100%的富人 他研究的一定不是 他们同类的那些富人 因为他们同类的富人是什么 是相互之间的交流 我给你个一 你给我一 我给你二 你给我一二 叫做社交 而富人成功的人 研究的是雄人 营销研究的 营销当中研究的就是什么 就是人群 玩儿是一些低势能的人群 那为什么高市的能人 人又可以招商 人又弄给产品 人产品没出来 也可以纵仇 不就研究你吗 研究你的履根性吗 研究你的那些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思维 所以这一定是我们没有成功 和穷人当中一定要思考的事情 打个比方 说很多人能够吃苦 但是不能耐劳 你让他吃苦行 但你要坚持让他干 一个有开拓性的事情的时候 比登天都难 然后总是想学 然后总是不付出 就这种事情 我不想再多跟大家来说了 总之就是一个智慧 小聪明和大智慧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寄给自己 列一个创业清单 第一步 你们都完成了 教材当中我都讲了 第二步是什么呢 给自己列一个什么呢 成功的景区 这两个成功的景区 看一遍 然后创业的清单 看一遍 就这两个 就是你的两个创业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心理的 一个保障 好吧 我是红克 每天都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 影响相关的问题 点时之间 才能让你慢慢的沉淀 成功也好 成功的智慧也好 不是一下子 你看了一个无字天书 或者之间 你成为一个牛逼的大仙了 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像小蟑螂一样 小蚂蚁一样 然后慢慢来积累 不怕打击 不怕嘲讽 每天一点点 每天一点点 然后释放自己 我说每天一点点 你从现在开始 到明天三月份 还有几个月 这几个月时间 就是让自己放平心态 然后缠练自己 想明白一切事情 现在这个时间 不是你急得赚钱的事情了 年底了 我没有钱 没有回家过年了 那是你三月份想的事情 你三月份 你应该想到 我今天有没有钱回家过年 但你现在也好想到 赚钱的事情完蛋了 你明年也就废了 现在的时候 就是应该像我一样的 给大家分享 是思考一些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你想不明白 你永远是原理无理的 做不好任何事情 好了 相信我的话 你就是朋友 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当我多说一句话 好吧 对大家也没有什么伤害 是不是 拜拜